这些我们阿叔能像的农作物 在MC这款种田游戏中极为重要 甚至有不少玩家为此开发了全自动农业系统 但是你真的了解它们吗 小学游戏热爱生活 大家好 这里是梦宣 今天跟大家分享关于农作物的冷知识 本期的主题需要感谢这些小伙伴的留言 如果你要想了解的物品生物冷知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征选 对了 再看之前希望大家点一个免负的赞 这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对于一个非专业种田 玩家来说 有多少人和我一样 在选择种植时 把同一种农作物全部种在一起 方便于往后的收割统计 但其实这样的效率十分低下 你可以选择将胡萝卜小麦 一排接一排的交叉贯穿种植 就能够发现对比于 左边全市小麦的农田 右边交叉贯穿的效率明显更高 仔细观察交叉种植的速度 比普通种植速度快了整整一倍 除了小麦南瓜甜菜这样的正常食物 在MC远古版本之中 还出现过熔炉这样的特性农作物 你只要输入以下指令 就可以种植一颗属于自己的熔炉藤蔓 无度拥有这样的故障农作物 还有很多 例如地狱岩藤蔓 或者拉杆门 红树火把石砖等等 你甚至都不敢相信 这样的物品能种植在地上 可惜的是 它们虽然能够耕种 但收割果实时 并不能获得相对应的物品 而最有意思的是 在之前的版本耕种 你甚至可以将小麦 直接种植在草地上 用谷粉村属后 还能够立马收获 我们在正常游戏中 获取种子都需要通过 破坏草丛实现 而在原故版本中 用锄头向草方块 转回为耕地 就会掉落种子 于此类似的改动 还有可可豆 最早需要从树叶中获取 而且概率小到 只有可怜的0.5% 我们都知道 小鸡繁衍成本最低 只需要用到最容易 获取的种子驯服 但在旧版本中 它们的食物 同样也是小麦 很多新玩家也许不知道 在早期MC中 Notch曾提到过 几次家居和椅子的设计 而且这些材质纹理 还被加入到了游戏中 甚至你可以近距离 看到它们 在游戏之中被放置出来 而实现它们的方法 十分简单 就是通过种植小麦 然后修改极端数据 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由于贴图缺失 所以多余的椅子和桌子的纹理 就会补齐到了 缺失材质之上 但可惜的是 在之后的版本 立马修改了此特性 并移除了家居计划 也许在收割农作物时 你也和我一样 直接徒手收割果实 数量纯靠运气 但其实运用 带有附魔石韵三的稿子收割 你就会发现 明明是挖矿的工具 最后收获的食物 竟然比徒手收割多了半组 最重要的是 这样的方法并不消耗耐久 同样带有石韵三的斧子 和锄头也有效果 只是三者不同的工具 收获的数量无大差别 平时我们农足物 只能用作于幼年生物生长 或者繁衍两种相同的物种 但在鱼院界版本中 官方就出过一个科学的设定 就是在持续喂食同一个生物时 牛羊猪都会开始长胖发福 甚至在喂买石子之后 它们就会被活生生的给称宝 直接变成战利品 但不符合科学的是 当你给绵羊喂食精品果实 它竟然能够克服地心引力 直接飞向空中 关于农足物的bug也有不少 众所周知 甘蔗需要生长在沙子上 并且靠近水源 但你可能会看到 直接种在海平面上的甘蔗 收割它们也不会破坏最底层的根基 而且早期版本的甘蔗十分有意思 当我们朝着它们射箭时 弓箭会直接插在甘蔗之上 而并不是穿越过去 甚至基岩命运方块屏障 这样不可摧毁的方块 它都可以直接顶破 而且竹子也有相同的破坏特性 所以你可以用它去破坏下界顶层的基岩 直接去往新的领域开拓生存 好了那么农足物的冷知识 已经敲给你们了 这个免费的赞当学费 不过分吧 讲完了 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吧 bye